足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有课道 影片共分为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名叫无头 出身贫寒的春花正在和富二代大头举行定婚仪式 郎才女貌各取所取 可以说一点毛病没有 由于两人的家境悬殊 因此很多媒体都认为 春花就是为了图大头家有钱 不过媒体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你看那亲的很不走心嘛 举行完仪式 大头开着车带着春花往家走 狗仔龙套妹在后面是紧追不舍 拿着照相机劈着啪啦不停的拍 大头一看这太讨厌了 于是猛的一加油 汽车就像瘦了惊的兔子 蹭了一下子穿出去 春花哪瘦得了这个 把头伸到窗外开始大口大口的吐 说来也巧 对面刚好来了一辆车 咣当一下就把春花的头给装掉 然后直接就落在了经过桥下的一辆垃圾车上 垃圾车司机棒球 冒正开着车往前走 突然听到后车箱有动静 他下车一看 直接垃圾洒了一粒 当他正捡垃圾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无头的女人 正在垃圾堆里下穴磨 这位不是别人的 正是春花在找自己的头 棒球帽当时就吓尿 急忙开着车仨子就撩了 殡仪馆的少东家栓柱 曾是春花的大学同学间出来男友 当春花的尸体送来的时候 拴住的心都碎了 春花的妹妹和大头找到了栓柱 希望栓柱能把春花的葬礼伴的疯疯光光 大头把一个首饰盒递给了栓柱 这个盒子是穿住当年送给春花的生日礼物 那个时候两人正在热恋 好得跟一个人是 殡仪馆的老王是一位高人 不仅会招魂通灵看风水 还能降摇覆摸摸带驱鬼 殡仪馆里那些调皮捣蛋的鬼魂 一看到老王全老是 春花的鬼魂在殡仪馆里下溜达的时候 被老王看见 老王说鬼差马上就来了 你要是不想被抓走就找地方夺走 这殡仪馆馆和阎王殿不仅是兄弟单位 而且还是阎王殿最大的供货商 因此姿要是殡仪馆这边一有风水草动 阎王爷马上就会派业务员过来 得知春花出事之后 狗带龙套面坐不住 他偷偷来到殡仪馆摸情况 当场就被一群鬼给团团围住 眼瞅着要出事 春花不计钱钱把他给揪了 嘉丽姐是纸杂店的老板 跟殡仪馆经常有业务商来往 这姐妹好大牌啊 姿要是一有空 就会跟殡仪馆的职工在太平间里打麻将 时间一长那些鬼魂不干了 觉得这帮人太吵了 于是便开始跟他们捣乱 四个人五张白反 这牌显然是没法再打了 老王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整天跟着蹭冷气打麻将 这班到底还上不上 秋菊是殡仪馆的化妆池 对老王说的什么鬼啊神啊 从来就不信 老王说年轻人你还是缺恋的 不听老人言你吃到了一块盘 看着自己的丧事办得这么隆重 春花心里也挺感动 虽然春花的头一直没找到 但这难不住参柱 他居然利用自己的才艺做了一个 栩栩如生可真的是 那么春花和春花当年为什么分手了呢 原来春花毕业之后去了英国 临走时把联系方式给了妹妹 可他这个妹妹却没有把联系方式 转交给春花 因为他觉得自从姐姐跟春花在一起之后 对自己的关心就少了 所以他立志要把姐姐和春花 设个脚黄了 春花在首饰盒的夹层里 发现了春花写给他的很多信 这些信全被春花的妹妹扣下来 春花和春花没有微信没有电话 没有QQ没有电邮 也没有MSI 只有春花临走时交给妹妹的一个英国地址 哎呀 要说这二位的联系方式也真够古典 由于春花一直没收到拳柱的回信 于是便认为拳柱不爱他 所以最后跟富二代打投好 哎呀 不得不佩服编剧的想象力 啥年代了还敢这么戏 实在是太有用心 在老王的主持下 春花的棺材被拉走了 老王说你也别慎着 地狱的大门已经打开 你过去签完字抓紧时间投胎吧 拳柱说我曾经跟你说过 答应会给你一个特别的婚礼 可没想到我却为你完成了一个葬 这到哪说理去 纸扎店老板嘉丽姐的外甥友东梅 生下来就有阴阳眼 经常能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东梅特别喜欢猫 自要是一有空 就会去胡同口喂养流浪猫小白 这天晚上他正喂猫的时候 听到了小甜甜跟他奶奶的对话 小甜甜口口声声说自己去补课 其实却是去叶总会陪酒 嘉丽姐的这个纸扎店 是和老公大眼雷一起经营的 这两口子最擅长的就是胡同鬼 巧说如簧能言善变 这些年可挣了不少密信钱 纸扎店打样之后 嘉丽姐照例又去编译馆大牌了 如果这姐们的运气不太好 输了个一趟二进 她在街边吃大排档的时候 无意中听到临桌有人在说招财猫的事 说把一只猫放在一个小棺材里 让猫在棺材里挠来挠去 这样就可以为自己抓来采青 嘉丽姐一听可高兴坏了 把东梅经常喂的那只流浪猫小白给抓起来 吃瓜的东梅只看到了舅舅和舅妈捐猫 但是她没想到居然会是她经常喂养的那只 叫小白的流浪猫 看着流浪猫被盯进棺材里 可怕东梅给气坏 这等于是把猫给活活憋死了 别说这招还真灵 从此之后嘉丽姐是逢毒必赢 东梅晚上去巷子口找小白的时候 发现了嘉丽姐留在作案现场的物品 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 被闷死在棺材里的那只猫 居然是自己经常喂养的小白 把东梅气得当场就变成了猫女郎 然后气里咔嚓把舅舅和舅妈全给杀 第三个故事叫尸香 殡仪馆馆的化妆师秋菊下班之后 包里的东西全甩出来了 当她正收拾东西的时候 眼镜叔突然伸出了热情的水 秋菊一看眼镜叔一脸的坏笑 当时就吓尿 秋菊来到家门口 突然发现包里多出了一部手机 她进屋之后 那个拽她的女鬼也跟着进来 而且居然还有人看到 秋菊洗完澡 拿出了那部无意中捡来的手机 丢手机的不是别人的 正是那个在夜总会陪酒的小甜甜 此时的小甜甜已经被人杀了 不过吃瓜的秋菊可不知道 跟小甜甜你一言我一语聊的挺投机的 小甜甜说你得帮我找个东西 找不到我就回不了家呀 在小甜甜一步一步的引导下 秋菊来到了眼镜叔的商铺门口 她钻到里面一看吓得是花枝乱颤 原来那个在胡同里向她伸出手的眼镜叔 居然是一个专杀女孩的变调杀狂 当她正蒙圈的时候 眼镜叔拉着一个编织袋回来 编织袋里是一具女孩的尸体 把秋菊吓得急忙钻到了桌子下边 然后趁着眼镜叔不注意 秋菊虚话一招撒子就聊了 可由于走得太急 一不留神弄出了动静 眼镜叔截住秋菊之后 一个大嘴巴就把秋菊给抽一拢了 当秋菊醒过来 发现自己被绳捆锁绑扔在了一张破纱花上 当她正瞎悬磨的时候 眼镜叔拖着个编织袋回来 这个地方是眼镜叔杀人分尸的场所 很多无辜的女孩都是在这里被眼镜叔残害 秋菊趁着眼镜叔正忙活的时候就想逃跑 可眼镜叔早有防备 很快就把她给拽回来了 秋菊哪才束手就擒呢 使叔吃奶的劲开始跟眼镜叔互掐 并且把眼镜叔脖子上的钥匙给抢过来 这些钥匙就是禁锢女孩们冤魂的工具 失去钥匙的眼镜叔也就失去了控制权 当秋菊准备给眼镜叔大战三百回合的时候 那些死去女孩的冤魂出手 并且很快就把眼镜叔给吊死了 这个时候惊魂未定的秋菊收到了小甜甜的信息 小甜甜感谢秋菊为自己找到了回家的钥匙 为了不让奶奶伤心 小甜甜的灵活回到了家 依然每天陪伴着奶奶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受唐诗压惊吧 阴阳相隔很微妙 彼此不能吓胡闹 你过你的奈何桥 我走我的阳关道